接着让我们来关心工作议题 劳工局为了帮失业的民众 习得一技之长 并帮助他们就业 举办劳工职训课程 参加的学员竞争激烈 必须经过一定的征选 其中汽机车修护班的学员 方建志家住山林区 每天都要骑一个多小时的机车 到大辽上课 但他不以为苦 因为他知道 未来取得证照后 自己开店 才可以改善家中现况 认真的拆装机车内部零件 在进行测试的工作 他是参加劳工局职训课程 弃机车修护班的学员之一 方建志 瘦落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坚强的心 结果每天都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到大辽来上课 他依旧不以为苦 对 每天都上下个都是通勤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所以就早上都提早出门 所以虽然路程很遥远 但是毕竟这是努力的过程 就是为了要往就业的方向 家境倾苦的方建志 肩负家中的经济重担 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妹 以及住院的祖母 生活可以说是十分艰困 但是他没有被打倒 反而更坚定了 要学成考取正照 开店的决心 因为家境的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就来这边想要 多学一点东西回去 然后就业就是帮助家里面的减轻负担 目前来这边差不多 快要将近三个月了 还剩一个多月 就结训了 方建志说加入职训课程后 他个人最大的改变 就是看见了未来与希望 现在只期待能够赶快学得一技之长 尽快就业 这样所有的辛苦就值得了 港的生活黄子天 潘志光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